同学们好,我们学习第六节,套期会计 这节内容确实比较复杂 我们考试一班的情况下不出大题 但是如果出大题,那就是二班了 所以学习的过程中的注重一些基本概念 客观期考试是出过的 我们在这一节里面涉及到的内容 套期关系概述 套期工具合备套期项目 套期关系评估 确认和计量 信用风险敞口的公允价值选择权 是这样一些内容 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套期会计概述 什么是 第一个是概述啊 什么是套期 事实企业为管理外汇风险 比如说 我们现在涉及到有外币业务 六个月之后 我要用二百万美元 去购买一件产品 那你六个月之后二百万美元 我最终要付的折算的是人民币 如果说现在的汇率 一美元是六点五 那我担心啊 以后六五月之后变成七怎么办 变成七我就要多付很多人民币 这就有一个是外汇风险 管理外汇风险 怎么管理 那比如说我可以跟金融机构 签这个远期外汇的合同 外币远期合同 就说 六个月之后 我付的人民币 就按照六点六来算 至于以后到期 那我不管 我付的就是二百万乘以六点六来算 那如果说以后你没有判断好 变成六了 美元贬值了 那你也得相当于是按照六点六来付的 这就是管理外汇风险 那我们管理的时候 刚才我谈到的外币远期合同 跟金融机构签的 所以它进行管理 再比如说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 我们站在债券人的角度来说 假如现在是有债权投资 固定的利率 是5%的 如果债券人现在感觉 哎哟 是不是以后的市场利率会上升 那上升可能上升到8% 我还是按照5%收利息 有点亏 这不就有这个风险吗 那咱们管理和金融机构签 利率互换合同协议 我固定换浮动 比如利率到8%了 那我是相当于收拾 8%的这一部分利息 按8%收取 所以实际上来说 你是按照5%固定的 这一部分 相当于给了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给你8%的 这不就是规避这风险吗 那当然你要判断不好 利率到3%了 你也得按照5%的付给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给你3%的 当然双方结算金额就完了 这叫利率风险 价格风险 那这个东西 比如 我们六五月之后 买的材料 我已经是 有尚未确认的确定程度 签合同了 这个合同还没有执行呢 用200万人民币买材料 那我有担心 担心200万以后 到了150万 你亏不亏他 我签的合同是按照200万来去买 结果到了之后 商品的价格 150万就可以买了 这不有价格变动风险吗 那怎么进行规避他呢 我怎么就说套期呢 规避这些风险 在期货市场 可以做期货 说以后我就担心 要200万降到150 那你以后在期货市场上 买呗 你买的便宜啊 150就买回来了 所以现在 在期货市场上 目前就卖出 比如说按照 200万卖 6月之后呢 再按照 150万买 那你现货这边 好像亏了 但你期货这边就赚了 这就是规避风险 还有信用风险 那信用风险也有 但是信用风险 我们套期 它不是主要的 那主要完全信用的 有时候套不住 那信用像 某一个客户 不还钱了 那不遵守信用了 我们的有一些金融资产 不就是这个吗 信用简直损失吗 所以这些都是有风险 规避这些风险 然后是 风险敞口 指定金融工具 为套期工具 我刚刚也都谈到了 指定那些金融工具了 比如外币远期合同啊 利率互换啊 期货合约啊 这些东西 以使套期工具的供应价值 或现金轮量变动 预期抵消被套期项目 全部或部分 供应价值 或现金流量变动的 风险管理活动 后面我们会看到 因为对于套期 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有的采用的是 供应价值套期 那是抵消它的 供应价值变动的风险 有的是现金流量的套期 那抵消的是 现金流量变动的风险 什么叫现金流量变动风险 就是对于债务人 担心以后多付现金 不有这个风险吗 我比如说 谈到利率互换 我们后面还会谈 我如果是持有的债券 利率是个浮动 那浮动的 我现在就担心 以后市场利率下降 那下降成2% 我就收2%了 所以他可能做一个互换 他担心少收现金流吗 债权人担心少收现金流 债人担心多付现金流 那他把浮动换固定 我后面再解释这个问题 所以有的是供允价值套期 有的是现金流量套期 第二个是套期的分类 这里讲在套期会计中 套期分为供允价值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和境外经营 净投资套期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 供允价值套期和现金流量套期 看一下说供允价值套期 是指对已确认的资产或负债 我们后面在学习过程中 会看到已确认资产或负债 可能也是属于现金流量套期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我们后面再解释 这个只有是涉及有外币的 尚未确认确定承诺 可能与现金流量套期相关 如果没有任何外币的 一定是个供允价值套期 然后说或上述项目组成部分的 我们谈套期时 不见得是某一个项目的整体 也可能是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还有可能把几个项目合在一块套 这都可能 项目组成部分的供允价值变道风险厂口 进行的套期 我们来看吧 以下是供允价值套期的例子 是担心供允价值的一些变动 比如说对于债权人 会担心资产的供允价值下降 那债务人呢 会担心负债的供允价值上升 你上升不要多付吗 那我们看吧 第一个 某企业签订一项 以固定利率换浮动利率的利率互换合约 对其承担的固定利率负债 我们这里说的是负债 其实资产也是完全可能的 我后面也会给大家进行说明 承担的固定利率负债的利率风险 引起的供允价值变动风险厂口进行套期 我们看一下 比如负债是债务人 当时呢 发行债券时票面利率5% 市场利率5% 在发行的时刻 那债务人 他可能会担心什么 就是固定利率呗 说以后 哎呀 这个市场的利率要下降 我就亏了 因为负利息是按照5%来付 真的要市场利率到4%了 我不就亏了吗 所以他可以 把这个固定换浮动 比如我们看 假公司予以金融机构签订固定换浮动利率互换合约 这样来换 那换完了 对于假公司来讲 以后呢 他相当于付给已金融机构的 因为假要付利息嘛 他就按照浮动的去付 因为固定换浮动 比如说按照4%去付 他这样一个概念 那如果说以后的利率6% 那你得按照6%付了 我们看一年之后 如果市场利率是4%的话 那4% 看一看 固定利息的限制 固定的利息是5% 比如说还有四年嘛 站在第一年结束 还有四年 那你把每期的利息是5% 按照 还有本金100 按照4%来折现 算出的公允价值104.63 是这个数 固定利息的限制 而浮动利息的限制 那是100呗 因为你是按照说4% 又按照4%来折现 肯定还是100 就浮动利息的限制 就应该是100 那现在 如果说做成一种 就是固定的换浮动 被套机项目 是应付债券 那你看 应付债券本身 要是把未来的利息 你自自已有应付债券 都是5%的 如果按照4%来折 折到这块的供允价值103.63 负债这一部分 供允价值多 这个时刻你相当要是节的话 你也付这么多钱 103.63 你得偿还这么多 所以他就有一个套期的损 这一边肯定是亏的 因为我负债多了 要多偿还 本来呢是100 结果应该是103.63 如果你能先一付的话 按照供允价值借 他会亏3.63 但是我们利率互换合约 这边就赚了 你跟金融机构签的 跟金融机构签的就说 以后的市场利率4% 我自己相当于按4%付的利息 这一部分 而相当于 以金融机构承担的 它是固定的5% 所以你看 在利率互换合约这边 相当于金融机构 给你代付了一部分 本来要付的是5% 但我只是承担4% 所以这一块会有个套机损益 就是这个套机工具 利率互换合约 就赚了一个3.63 所以就是怎么进行规避风险 不就这样的吗 说套机工具 抵消被套机项目 它的供应价值变重 那被套机项目应付债券 我们对于负债 固定换成浮动之后 我用利率互换合约 就把这份风险给抵了 你看这又没有发生什么损失 利润就可以 利润就可以把它锁定 这叫套机 不是说一定都做套机 实物之中有好多不做套机 我一个说一个的 比如说我这利率互换 我就专门做这个 就跟银行之间来回的 可能我赚了 可能银行赚了 跟那边的发行债券 他说他的 我说我的 这不是做套机 说做套机 能规避那边的风险 但是你也不要说 哎呀话说套机就能赚很多钱 那这样的话随着套机去 你有可能还弄反了呢 那比如说我们看下面这种情况 还是站在债务人的角度上 发行的时候呢 是收款一百万 票面利率百分之五 市场利率百分之五的 按面值来收的 如果说一年之后的市场利率是百分之六 判断反了 本身是固定换浮动 我以为是付的现金流 那可能是比百分之五的数要小 结果多了 你浮动嘛 浮动上百分之六 你拿百分之六来付了 所以下面看 说假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 固定换浮动利率互合合影 固定换浮动 你体现一个供应价值嘛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供应价值的变动 一年后 固定利息的限制 你看固定利息 我们就是 还有四年嘛 每年都是五 最后还有一个本金一百 那你把这个现金流 按照市场利率百分之六来者 会算出的数呢 是96.53 一定是这个数 因为市场利率越高 主要现在现实越小嘛 所以固定利息的限值呢 现在是96.53 如果是浮动利息 浮动没关系 人家利率是多少 市场利率跟他一样 浮动 那当然这个点上的数呢 那就是一百 所以说浮动利息的限制 是一百 这个时候我们看被套击项目 应付债券 就赚了 他为什么赚了 如果这时候节 公允价值96.53 我只付96.53 就结束了 虽然是一百万的 我只付那么多 你要是 不是这种情况 你正常要付的还是一百万 所以被套击项目 应付债券 套击损一 一百减去96.53 这块赚了 负债呢 公允价值低 那对他是有利的 但套击工具 利率互换合约 就不一样了 你跟以金融机构 那相当于啊 我得按照6%付了 人界是相当于是5%吗 我固定换浮动了 所以你得把1% 这一部分后面的限制流 给金融机构 那这一部分就是一个损失 所以他是96.53减100 负的3.47 因此大家看到 这种固定换浮动 实际上是对公允价值变动 进行套齐的 咱们也清楚 公允价值 未来现金流的限值 它会有高低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这里面说的是 负债的利率风险 那这一部分 同样 站在债权人的角度上 比如说把它作为债权投资 也是会涉及到套齐的问题 那你看这是以确认的负债 我们当然也可能是 以确认的资产 我们看下一个图 占权人 还是当时购入的时候 票面利率5% 市场利率5% 为了简化 所以购入时支付的款项是100 那未来得到每一期的现金利息 都是5万 最后一期是100 然后的问题是 我们对于债权人 也会担心 我以后的市场利率 要是真的上升了 我还是按照5%利率 每年收5万的利息 有点亏 这不就是个风险吗 那就说 我们可以做这种固定换浮动 比如说 以后市场利率6%了 我债权人 就按6%的利率收利息 那要4% 对不起 也是4%来收利息 那下面我们看 A公司与B金融机构 签订固定换浮动利率互换合约 也是一样的 固定换浮动 固定换浮动呢 大家后面有感觉 它是个供应价值套起 一年之后固定利息的限制 你看 一年之后 四年了 还有四个五 一个一百 你要按照6%来折现 利息都是五的 6%折现 算出的限制 固定利息的限制 96.53% 浮动利息的限制 还是一百 这浮动呢 因为你这边的利率是多少 按照这个来 这个来收 又按照这个折现率 折现 那就是一百 浮动利息的限制是一百 我们现在要看说 被淘气项目 被淘气项目这边 到底是 淘气的损益是 亏了还是赚了 什么意思 如果在这个点上 真正把它收回的话 按供应价值收 你债券投资吗 你只能收到96.53% 要不然的话 就是一百 那么所以就亏了呗 我少收钱了 拿着供应价值来 要结的话 所以被淘气项目 债券投资 它的淘气损益 96.53-100 负的3.47 但是你在看 淘气工具这边 利率互换合约 那它就不一样了 我们站在A公司的角度上 和B金融机构 这是一种什么概念 最终收的利息 我们是按照浮动的收 你固定化浮动了 我们按6%收 那你相当于是 按照5%给金融机构 按6%从金融机构那边收 所以你用金融机构会给你钱 按照金额结算 所以这一框是赚了 100减去96.53 等于3.47 这就是套期 所以你看前面也谈到过 说是解决会计的一些配比 这些问题 策配的问题 其实就与这个相关 因此要知道套期 规避风险锁定利率 当然你的套期工具 跟被套期项目肯定反着来 别往相同方向 相同方向 那越跑越快 越慢越慢 那不行 那套不着 当然 债权人 比如固定换浮动 你套期工具这边 不是说一定都赚 赚凭什么跟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就那么傻呀 那边好像就一定是亏账 不可能 我们看下一个 还是说 都是原来按照一百万购入的 票面利率 实际利率都是5% 那比如说到第一年结束 那现在的市场利率变成4%了 情况就不一样了 说A公司与B金融机构 签订固定换浮动利率 互和合约 一年后 如果是固定利息的限制 还剩这个四四年吗 你看这里面 就把这些五 还有一百 这个大的都往前折 按照4%折 那算出的是103.63 这叫固定利息限制这么多 而如果浮动的 浮动4% 那这些都变成4% 你再拿4%一折 就是100 浮动利息限制 固定的是103.63 而浮动利息的限制是100 那我们看吧 对于这个债权投资被淘气项目 这个点上的供应价值103.63 如果我们转让的话 按照供应价值收 应该收103.63 是不是就比100多了 那就它是好事 它会形成103.63-133.63 要是做套期的话 它是属于套期 所以是个证 但你套期工具这边就亏了 就利率互换合约 怎么个亏法 我们按4%来收 浮动的 所以你是相当于给银行的是 每一期按5%算 我们收的是个4% 你不就多付了一个1%的吗 这些现金流的 所以它是一个损失 就套期工具 100减103.63等于负的3.63 那这叫套期 就是套期工具 它的供应价值变动 抵消被套期项目的供应价值变动风险 这是个供应价值套期 因此我想通这里面大家看到 已确认的资产或负债 有可能是供应价值套期 是套期工具的供应价值变动 抵消被套期项目的供应价值变动 这样的风险 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第二个 某石油公司 签订一项六个月后 以固定价格购买原油的合同 这个叫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那现在要想到有什么样的风险 说微规避原油价格风险 该公司签订一项商品原油期货合约 对该确定承诺的价格变动风险 引起的供应价值变动风险 厂口进行套期 这是个什么概念 六五月之后购买原油 假定说我们的合同 六五月之后 一千万买原油 那干脆就说一百万吧 六五月之后一百万的价格买原油 我们担心的是六五月之后 原油价格下降 我们八十万就能买了 但你合同签的一百万 你又得付一百万 你不能说 那不给他 我撕毁合同 再跟我签一个原来的无效 那不可能 他有这样的担心 说以后原油价格到八十了 我合同里面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这个合同没有执行 但必须以后执行上合同来 说八十了 担心这种风险 那在期货市场上 我要想做掏期 因为你要把风险给抵了 抵怎么想 期货上 既然担心以后价格下降 你就想 那我以后 低的时候买入 六五月之后 买入合约八十 那你现在怎么办 肯定是卖出 他这个东西 你就是关注什么 关注担心 现货未来的价格 是什么趋势 如果价格下降 你是买的东西 单单价价格下降 那好 期货我就买呗 到那时候就买呀 那现在是卖 因为期货上就是买卖嘛 对冲了 所以我们目前在期货上 卖出合约 比如说卖出一百 以后真的六五月之后 那价格下降 期货上也得跟着现货 同步 差不多 反正那也有个基差 也不是完全的相等 我们假定是相等了 好 到八十 那你会发现什么问题 确实在现货的这方面 六个月之后 真的亏二十 本来不签合同的话 八十就买 签合同 付一百 不过好啊 没关系 你这边是亏了 我这边赚了 你想卖期货合约一百 我买的时候八十 那最最终 我们会得到二十 这不就对冲了吗 所以它也是一个公允价值变动的风险啊 这就是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它是一个公允价值套起 你就这么个概念 第三 某企业购买一项期权合同 对持有的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 起其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证券价格 风险引起的 供允价值变动风险厂口进行淘气 我要持有的 以供允价值计量 起其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会担心什么 我现在持有 是不是担心价格下降啊 那我这价格下降不就亏了吗 那你说 我怎么去套它 那就说 我现在来一个 卖出期权 低到什么程度 我以一个什么价格就卖出 买入一个看跌期权 你跌的 到多少 我按照 比如跌到 每一股十块钱以下 我按照十块钱去卖 这就抵消它风险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现金流量套期 前面说的是供允价值套期 叫做 以确认资产和负债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那当然也可能是 这些组成部分都可能 作为供应价值套期的 现金流量套期 是指对现金流量变道风险 查考进行的套期 那这里大家要明确啊 就说现金流量 要套期 风险是什么 债务人会担心多付现金流 债权人 他担心的是少收现金流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 就应该是现金流量套期 说该现金流量变动 源于以确认资产或负债 他也可能是 以确认资产或负债 那要看情形 就以确认资产负债 可能属于供应价值套期 也可能是现金流量套期 然后这个就不一样了 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就这个不是签合同 但这件事情 未来是极可能会发生的 说或与上述项目组成部分 有关的特定风险 就项目组成部分 也可以把它作为现金流量套期 今天影响企业损益 然后说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中 只有外汇风险可作为现金流量套期 因为就是签合同了 比如说我们要真的 以八千万美元买一架飞机 六个月之后买 一个呢会担心 以后飞机的价格下降 以美元来反映下降 八千万到七千万 那这是一个 供应价值变动的问题 另外还担心什么 你是八千万美元 折成人民币 还涉及到汇率的问题 说汇率6.5 我担心六个月之后变成七 所以6.5跟七 这个东西虽然都是八千万美元 但折成的记账本位币不一样 就会有一个将来可能多付人民币的问题 你看 要是八千乘以6.5的 那八千乘以7的当然有个差 多付人民币 所以未来现金流 折成人民币也没定 因此 对于 尚未确认的确定程度 外汇风险这一块的处理比较特殊 他可以把它作为供养价值套期 也可以是现金流量套期 这是个非常特殊的问题 原因是有供养价值变动的事 也有现金流量不定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看 以下是现金流量套期的例子 我们看第一个 某企业签订一项 以浮动利率 换固定利率的利率呼唤合约 要在这换上 有同学说烦了 反正套期本身就挺难的 有的本真学的时候就抵触 一看这个利率在这换起来没完了 换什么呀 为了赚点钱呗 换呢 那你判断不好就亏呗 亏就郁闻点呗 那不是说套期就一定是都做得很好很好的 那以浮动利率换固定利率利率呼唤合约 说对其承担的浮动利率债务的利率风险 引起的现金流量变动风险 我们这样来想 这里说的是一个债务 债务人 如果债务人现在发行的债券 是浮动利率的 他担心什么呀 是不是以后利率走高 那你按照浮动利率 比如现在百分之五 以后百分之八就按百分之八付 是不是有这个担心 那你想 他担心的东西 未来的现金流定了吗 没有啊 那我就要把它锁定 不就是现金流量套期吗 我们前面谈到的说固定换浮动 那未来现金流是定死的呀 按照固定的呀 所以他规避了这个公允价值变动的风险 而你浮动换固定 就是我浮动自己本身 未来现金流不定 怕多付现金流 那干什么事情 换成固定的 好 我跟金融机构签 以后别管市场利率多少 我就是按照固定利率真正支付 我自己是这个概念 比如说 固定的是百分之五 就要百分之五 浮动百分之八 不管 那就相当于 我真正付出去的是百分之五的 但是 债券持有者得到的是浮动的百分之八的 那百分之三 金融机构相当于给他 这么个东西 相当于是金融机构给的 但你要套错了也不行 说固定百分之五 最终利率百分之三了 你也得按照百分之五付 那金融机构那边就赚了 所以从这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 是未来现金流没定 那就是个 现金流那套期呗 这不是以确认的负债吗 这也叫以确认负债呀 那同样的话 如果说 站在债权人的角度上 那就以确认资产 他可以也是以浮动换固定吗 因为债权人 他要是买的债券 浮动利率债券 他担心以后会少收现金流 所以他也把浮动换成固定 不说了吗 现金流量这种风险的敞口 是未来现金流 债权人担心少收 债务人担心多付 你别管是债权人债务人 他都是啊 有这样的担心 未来现金流的问题 所以他叫现金流量套期 这样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现金流量套期部分 说是有以确认的资产 获负债 我们再回到前面 供应价值套期 供应价值套期呢 是以确认资产获负债 那两个都有 你看这个粒粒互换 那这两个大家看到了都有 这么个东西 当然 说是到底固定换浮动啊 浮动换固定啊 哪个是供应价值的 哪个是现金流量 其实我觉得 这不是死经备的 你浮动换固定 你自己想这个东西本身 浮动的 它没一定啊 那肯定 我担心 以后要多付现金流 变成固定啊 那肯定是现金流量套期呗 你固定换固定 那自然也就知道是供应价值套期了 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二个 某橡胶制品公司 说签订一项未来买入橡胶的远期合同 对三个月后 预期极可能发生的 与购买橡胶相关的价格风险 引起的现金流量 变动风险倡口进行套期 那我们琢磨一下 现在是签合同了吗 没有 未来要买 你签的是远期合同 说我一定要买 但是 价格没定 那个时候价格刚按高买 价格低还是低的买 合同是这么定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担心 以后的价格可能会上升 因为你要是买吗 购买橡胶 如果说现在买 假定说是八百万 那我担心以后可能到一千万 未来多付现金流吗 买东西啊 多付现金流 这是这样的担心 那干什么事情 想到期货市场 说担心未来价格上升 那你期货市场 未来是买还是卖呀 卖呀 价格上升 你卖出去合约啊 低的买进来高的卖出去 不就赚钱吗 所以我们现在在期货市场上 那就会买入期货合约 你跟他数量啊 这个机格都差不多的 就行了 等他价格真的上升 我就对冲了 你真正在现货那边亏了 但是我这边就转了 所以还是涉及到一个 未来现金流的问题 只要是未来现金流不定 那就考虑现金流两套期 第三 某企业签订一项外汇远期合同 对于固定外币价格 买入原材料的 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的外汇风险 引起的现金流量变动风险 敞口进行掏齐 说那固定外币价格买的 但是外币价格固定 现金流没定 由于汇率的变动 就是我们担心 以后外币会升值 虽然外币的金额固定 但折算既让本位币不定 那你最终不还是相当于 按人民币进行负责化多付现金 他就这样一种担心 所以未来现金流担心多付 这就现金流量套旗 怎么个套法 我们和金融机构签订 那把外汇这个汇率给锁定死 就将来这个外币 比如说前面他们200万 我就按照6.6来算 你6.8我也相当于6.6的 你6.0我也给人6.6 就这样来套旗 所以未来现金流不定 我们抵消这部分风险的 现金流量套旗 接下来我们看18年的一个多选题 西亚列各项中 能够作为供引价值套期的被套旗项目有 已确认的负债 这可以吧 已确认的资产或负债都是 都可能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这个也是啊 签合同了 它还没执行 以确认资产的组成部分 你别说以确认资产或者负债组成部分都行 项目组成部分算数 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这个不行了 还没发生 极可能发生的 未来现金流不知道 它一定是什么 现金流浪套期 所以这题目ABC是正确的 第三是境外经营 境投资套期 比如说我们在境外有子公司 那子公司这一边呢 它的记账本位币 和我们这边的记账本位币之间 会有一个折算差额 你要折算成人民币 它有一个折算差额的问题 折算差额就会涉及到一个风险啊 说对它进行套期叫境外经营 境投资套期 你买的公司 我们编合并报表 它是人民币以外的币种 那就会涉及到有 主要是一些汇率变动风险的一些问题 说企业队确定承诺的外汇风险 进行套期的 外汇风险 我们前面大致也谈到过这件事情 可以将其作为现金流量套期 或公允价值套期处理 那如果考试有这种类型的题目 它让我们做哪个套期 就做哪个套期 它说现金流量套期 那么现金流量套期来 它说公允价值套期 让公允价值套期来处理 说例如某航空公司 牵连一项三个月后 以固定外币金额 购买飞机的合同 前面说了比如说 哎呀八千万美元 那这个八千万美元 我们一个是担心 美元价格下降 但你也得付八千万 到时候是七千万 你也得付八千万 这类似于公允价值变动的问题 另外一个担心 汇率上升 所以这个现金流量 风险长口也有 既有供应价值变动的 风险长口 也有现金流量变动 风险长口 他说既可以作为 现金流量套期 可以供应价值套期 指导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下面看第三 套期会计方法 说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套期 企业可运用套期会计方法进行处理 那底背 套期会计方法 是指企业将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 产生的利盗或损失 在相同会计期间 记住档期损益 或者其他增加收益 其他增加收益 主要就是 以供应价值计量体系变动 记住其他增加收益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因为那个要记其他增加收益 不让影响损益 所以反映风险管理活动的影响方法 那接下来 我们就说一下 说是 不做套期跟做套期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 那假如说我们站在债权人的角度上 当时构筑时的票面利率5% 市场利率5% 一百万债券 我们现在取得的时候也是 一百万付出去的 那 假如涉及到固定换浮动利率的 要做套期的话 说固定换浮动 那咱们看吧 假如说第一年末 市场利率6% 那供引价值就96.53% 就是你把未来的现金流折现 那第二年末市场利率要是7% 把剩下三年的5 还有一百万按照百分之七折是89.41 一百跟89.41是10.59 是这个数 这是整个的供引价值变动 然后呢 第一年的时候是96.53跟100去比 是3.47的差 第二年的变动数呢 是96.53跟89.41去比 是7.12的差 那我们看 假如说不做套期 不散用套期会计 那被套期项目 如果说第二年 我们购入的债权投资 你真正要终止的话 我们得到的只是89.41 但实际上来说 这部分应该是100万的 它就会有损失 就3.47跟7.12都在第二期确认 这部分损失 就是10.59的损失都在第二期 如果没有做套期 说第二年年末把它终止了 我们只能收到钱 收到的是89.41 那我们再看套期工具 说这边有固定换浮动 套期工具这边 你这边损失那边的收益 所以第一年 它会有3.47的收益 你也能够想到 我们前面谈到固定换浮动的事情 那第二年呢 它会确认一个7.12的收益 所以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套期工具这边 利力互换 3.47第一期的 7.12第二期的 也是10.59 因此没有做套期 在利润表上 第一期 会有一个收益 3.4期 第二期会损失一个3.4期 就没有真正的是说 做套期是这样 所以前面谈到了 要解决不匹配的问题 可能就是把它 都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供应价值变中 就当你损 那接下来 如果说做套期 要锁定利润 因为规避风险 锁定利润 套期项目 跟被套 套期工具 跟套期项目 要同 按照供应价值计量反应的话 会怎么做 我们就是把债权投资 转到被套期项目 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那第一期 做套期 就把3.47这个数 移到第一期了 往前移 那这边呢 它会有损失3.47 而这边 套期工具有收益3.47 利润锁定了 没有 那第二期 被套期项目的损失 只有7.12 因为那部分 损失3.47第一期确认了 套期工具7.12 也是0 这就损定利润 所以供应价值套期 实际上是把总的 你损失或收益 往前移 移到各期里去 要是做现金流量套期 它就不是了 我们被套期项目不动 损失在最后 10.59 套期工具平时 它的供应价值变动机 其他综合收益 只是单条头走路 只换套期工具 我们后面 确认计量 账务处理时会看到 所以它把第一期的 3.47后宜 先反映到其他 综合收益 最终在转损 那 最后第一期没有 零 第二期也是零 这样大家会看到 别管是属于 现金流量套期 供应价值套期 它就是锁定利润 规避风险的事情 这就是它的方法 我们也就是说 用套期工具 供应价值变动 抵消被套期项目的 供应价值变动 或者用套期工具的 现金流量变动 抵消被套期项目 现金流量变动的风险 直到这种方法 那这一刻 给大家介绍的是 一些概述部分 我们主要要掌握 套期的概念 然后要能够辨别 到底套期是属于 供应价值套期 还是现金流量套期 其实我们考试时 主要关注 给定事项 能够分辨出 到底是哪一个套期 就可以了 好 这一刻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